台上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睡眠不好 因为我之前睡眠都很好 就这几年家里出了蛮多事情 我就是一直到了半夜三四点钟醒来 我就睡不着了 然后第二天六点钟起来又要念经 然后我睡眠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我感觉就是身上灵性蛮多的 因为睡不着以后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要经者的梦 然后小孩子啊母亲啊还有其他要经者啊 像我这样子我是不是要停下来那个认真验经啊 因为我现在还有一个还还不错的工作 然后我现在就是经济上也还可以 我是不是要就是干脆那个这样子好好来还债呀 首先一个人要还债时间是很重要的 没有时间你还不了债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为什么知道自己罪业很深重 他就出家了呢 出家就是专业缓债 明白了吗 而我们现在呢罪业很重 我们还要上班养孩子 我们不能不能自己摆脱自己人生的一些境界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一边念经 那么时间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了 人会累了 那么这样的学习的条件就不如 当然不如人家和尚尼姑了 对不对啊 那么你现在有条件 如果经济上可以 家里不反对的情况下 你当然可以一段时间在家里好好念了 因为这个是真正的能够摆脱你的命运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明白吗 嗯嗯嗯嗯 好了 反正大事大会关于世音菩萨 因为我修训你法门 我就是自己面上也蛮重的 我就是有些时候我出差啊什么 我都能到能够闻到那个谈香味 我觉得菩萨真的就是经常在我们这样身边 然后这样慈悲的 但是就是说再还是要靠自己去努力 对对就是说台长可以把你们说为弟子 台长可以帮助你们师父可以帮助你们 但是嗯 帮助你们你们做错的事情还是靠你们自己去跟人家道歉 不会我跑过去跟人家道歉的明白吗 嗯嗯 我教你们去道歉并不是我去替你们道歉 明白了吗 嗯嗯嗯 就是这样 那台长我就是麻烦你帮我 那我图图也打不通 你帮我感应一下我念经 就是念下的经文那个嗯怎么样好吗 因为我觉得自己诚心还是诚心 我就是 好了今天第一不看图图 第二也不感应 但是呢台长告诉你啊 不错的还可以了算了算了 哦哦谢谢 给你感应感应 谢谢台长 好谢谢观星菩萨就可以了 再见